同樣是發生在高雄 不過這應該算是一起家庭糾紛 要先說到這名私信男子 當時在家裡頭就不斷催促 就讀夜校的兒子 你趕快去上課 但沒想到兒子竟然反過頭 是跟爸爸頂嘴 所以雙方發生爭執 而爸爸氣得一度拿起了塑膠椅 想給兒子教訓 穿著灰上衣的私信男子 情緒激動 拿著塑膠椅不斷往前衝 還做事揮拳想打人 被家人烈芒勸阻 家人連忙把塑膠椅搶過來 但是這名私信男子 還是不斷上前理論 而跟他爭吵的對象 竟然是他的兒子 原來私信男子的兒子念夜校 但是不愛上學 當天晚上私信男子催促兒子 盡快到學校上課 沒想到兒子口氣不佳 跟父親頂嘴 雙方才會發生爭吵 當時父子倆 從家裡一路吵到馬路上 私信男子氣到不行 隨手拿起塑膠椅想攻擊兒子 還好被家人連忙制止 沒有人受傷 事後私太太也告誡兒子 希望他改善態度 乖乖上課 不要再跟家人起衝突 記者邱建勳高雄報導